朋友们好 江峰漫谈 今天是2024年的6月10号端午节 不知道大家今天吃粽子了吗 朋友们应该听说就是这端午节嘛 十直中下 毅力流行 5月5是最毒最恶的日子 所以最早呢 这是一个 怎么说呢 是辟邪趋温趋溢的一个节日 你看很多地方的稀疏 依然有没有扎爱虎挂头上那个挂爱草 还有用川普泡酒的 这是真传统 后来呢 就跟5月5投江的屈原扯上关系了 吃粽子说是因为人们向江中投放米团 像鱼吃饱了 就不会啃食屈原的躯体 那华龙舟呢 也是人们想快速的到江中寻觅屈原 用的一种这个水上的速度工具 到了近现代 郭沫若老舍 这当时是党的文化工作者嘛 是吧 大力宣扬屈原的爱国情怀 斗争精神 因此端午节有了官方的支持 民间习俗有了朝廷的加持 你看 这一下就发展起来了 你看吃粽子 吃出爱国的味道来了 龙舟呢 也有了斗争精神 于是这个节日吧 愈发红火 不过有个角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看 这个屈原呢 是楚国的王公重臣 担任三吕大府和这个左徒 除了国家祭祀活动教育之外 这个三吕什么意思 就是楚国的三个大姓人家 所以国家的主要人口呢 都归他管 牛 辅佐 楚怀王 连齐抗秦 所以屈原爱的国是楚国 他要维护的是楚国的主权独立 来抗拒强大的秦国的和平统一旗号下的武装统一 后来屈原被流放 也是因为楚怀王偷偷的跟秦朝交好 那放在今天 所以你看屈原呢 是妥妥的一个这个楚独 是一个要粉身碎骨的对象 后来的事情大家也知道了 楚怀王要跟秦朝建立盟约 和平统一了嘛 屈原着急说 哎呀 这个秦虎狼之国 不可信 不如无形 这个大王你别去了 是吧 结果呢 楚怀王去了还真被扣押了 秦朝呢 还继续向楚国出兵 最后楚国亡国 统一与独立啊 这永远是一个历史阶段性的选项 三国演义开篇就说了 天下之势 喝酒必分 分酒必和 当下你看台湾拒绝中共的统一 它根本不是文化上历史上的决绝 而是拒绝中共这个暴政的统治 就像毁灭中国大陆的民生与民族前途 要来毁灭台湾的未来 谁干呢 是不是 你的船自己都要沉了 你还在那挥手招客 快上船吧 给你大陆同胞一样的待遇 多吓人呢 是不是 爱台湾拒绝中共的侵吞才是真正的爱国 爱没有中共的大中华 过去的这个周末呢 是中国大陆高考的日子 10号是部分地区最后收官的日子 据中共交易部统计 今年考生是1342万人 比去年还增加了51万 还多 比去年增加51万嘛 是吧 在中共当下经济衰败 世界率高的 都把真实数字当成国家秘密不公布了 这样的社会形势下 千军万马过了独木桥后 这鲤鱼跳到龙门之后一瞅 你那边还是原来的那个光明的未来吗 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去探讨中共高等交易制度 培养的工具人 而不是创新的人 不是独立自我个性的人 我们就说一个怪蛋的现象 中国众多地区啊 山东河南黑龙江 这个南方的江苏江西 还有更多没有报道出来的地区来 是吧 那高考结束考生走出考场之后 竟然高举巴勒斯坦旗 还主动邀请媒体采访 喊出自由巴勒斯坦的口号 什么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巴勒斯坦 will be free 是不是 西方这个校园运动中 看这个反饮运动当中经常喊的这个口号 在这个点上 这个点上这个高考刚结束 出考场的时候 你喊这个口号特别为和 是不是这跟高考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自由巴勒斯坦跟高考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你考上清华北大的宏大志愿之后 你的人生目标吗 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在言论管制如此严格的中国 为何能让众多考生携带巴勒斯坦国旗公开声援呢 这个进入考场的时候那个严格的检查 是不是 严最巧妙的小抄的答案 都能被发现的检查 藏在袖子里 藏在鞋子里都能发现了 你怎么可能错过巴勒斯坦国旗呢 那展开了至少一个平方的旗子 折起来也得一本书大小 不是检查不出来 而是纵容甚至有人唆使 网络上和私人群络里 号召考生这么干的贴子多处出现 你想 他也不会被封吗 难道没人知道吗 这考生们这么做 首先呢 从社会心理来说 这是年轻人抒发压抑表达自由追求的一种做法 咱们都年轻过 是吧 都干过一些荒唐的类似的行动 冲动嘛 叛逆嘛 凡是这种结局不确定 做的事擦边的这种事物最能够抒发压抑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 最大特点就是年轻人依然是精致的表达 他们确定看起来这个事稍微擦点边 不太确定这个事物当中 爱国是最安全的 所以他干了 他认为举巴勒斯坦旗是最爱国的 因为中共党媒对哈以冲突的报道 对哈马斯的恐怖袭击 绑架人质 残杀以色列 甚至斩首婴儿的这种暴行 几乎是一字不提 却把以色列拯救人质 剿灭哈马斯的行动当作战争罪行 因此敏锐的年轻人认为 只要表达支持和解放巴勒斯坦 就是符合党的意志 所以我说了 是谁唆使的 是党的意志唆使的 这年轻人是读懂了党的真实意图 读懂了中共在巴以冲突中的真正立场的 读懂了党不就符合了习近平强调的政治高度了嘛 具备政治高度不就是高考和高等教育之后 目标体制内 为党继续服务 获得一份有保障的收入的人生目标嘛 所以人们看着考生们举巴勒斯坦国旗感到不解 这个真正的目的实际上是就在一次 安全的宣泄为高考拼搏数年的压抑 又巧妙的表达与党同心 具有政治觉悟的立场 他主动找媒体为什么留下影像啊 将来是不是就会成为中共用人提拔时候的重要依据呢 这8964运动之前有一场什么 就是在安徽上海等地学潮嘛 参加学潮大学时候 毛宝会在档案中留下参与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记录 8964之后的参与六四反革命暴乱的字眼 是不是更会出现在广大的这些在广场上的大学生的档案当中 与之相反 是吧 正面的 共产党认为正面的啊 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或者是坚决维护党中央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字条 也会留在学生档案中 那就成为日后中共组织系统人事部门的录用升迁的重要指标了 高举巴勒斯坦旗 很多人搞不懂为什么那么违和 跟那现场跟那时间点那么不配 与深深学子的身份不符 实际上这就是党文化深入人心 搞政治投机的年龄段越来越小的重要观察角度 当然了 这种投机说实话的确是安全的 是吧 我挺浮现在年轻人聪颖 因为你想 如果中共统治延续 他们则享用与党一致的好处 就业升官 然后通过权力获取财富 那么如果中共统治结束了呢 那中国必然进入自由社会 尊崇普世价值 那时候的人们也不再会因言获罪了 历史上的这些什么举旗的这些投机战队 也只是年轻人的冲动会为正常社会所调解 我觉得吧 是我对中国社会的这些现象的观察呀 是吧 我可以说是入目三分 但是入目三分 我并不高兴 没有得意 因为让人心痛 因为这种人性的下坠是一代人的共性 他们已经在中共体制下渐渐失去了良知和对真理追求的本能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呀 中共真的能等到你们大学四年学业之后 然后在那等着拿着一份党的佣人标准来等着你的加盟吗 拿着一份用生命来发誓的入党宣言来等着你贡献你的余生吗 他活不了那么久 在中共中央7月举行的三中全会之前有迹象显示 习近平正在抓紧确保政治安全和自身的安全 因为习近平不仅不能暴露自己的弱点 还要确定能展示实力才会召开三中全会的 而要做到这点不仅要解决军队中的问题 还要各省确立中共的这种政治安全问题 咱们先看各省 前不久的6月3号官媒报道说中共安徽省委书记韩骏 以省委国安会主任的这国安委主任的谜召开会议 这个报道就披露出了以前好些这个地级市啊 不是省级市啊 直辖市啊 这个省啊 干过这个事 上海市干过 上海市委书记陈济宁 云南省委书记王宁 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 都是用以地方国家安全委员会最高长官的身份 主持召开会议 根据北京青年报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叫郑之鉴嘛 他说了 之所以近期各位地方大员 以这一身份部署安全任务 一个重要原因 今年是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十周年 但你这是北京报说出来的 党的宣传口说出来的 仅仅是最表面的原因 这绝不仅仅是纪念意义 什么十周年纪念意义 而是党的安全问题的确已经成为最为紧要 最为迫切 最为现实的问题了 2014年4月15号 习近平主持召开的是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他说以政治安全为根本 以经济安全为基础 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证 啪啪啪啪 是吧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其实习近平的话已经透露出一条 经济 军事 文化 社会安全 都他们服务 服务最终的目标就是政治安全 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公开 把执政党的安全建立于国家之上的国家 即便像伊朗这样的政教合一的国家 朝鲜这样的家族世袭独裁国家 俄罗斯这样的民主为形式的威权国家 都不会这么宣称政治安全为根本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为了保党 你可以牺牲国家的经济利益 可以牺牲国家的军事安全和文化的延续 这本上就是告诉大家 党和国家有着根本的矛盾 这样一个不可绥静 不可调和的事实 在中央习近平亲自接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各省市自治区一把手 当然是接任各地的国安委主任嘛 这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不是国家机构 也不是政府部门 是中共党内领导机构 他们对内对外这两套班子统一进行政治领导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武警总部 中央军委 联合参谋部 情报局 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联络局 解放军的什么战略支援部队的网络系统部 外交部 中央的外宣办 全都揉在一起了 所以大家会看看王小洪代表外交部去宣布 习近平什么时候可以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因为那个时候他不是公安部长的身份了 而是国家安全委员 所以你就会看到国安部直接对国家的外交经济政策指手画脚 因为那个时候他不是国安部长 而是国家安全委员的身份 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总管领导军队公安外交情报领域的强有力的机构 那么省级安全会议图的啥 它的重点是什么呢 安徽省委书记兼这个国安委主任韩骏说的很清楚了 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特别是政权安全 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 就是中国人不能死 这话一下就说的很高了 很清晰了 是不是 你可以想见一个经济政策出台 市场的一个什么股市起伏了 什么投资动向了 他不把你当作经济问题 他可以当作是对政权安全的威胁 要么喊停 要么人为家码 你说为了这个国家还能不乱吗 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召开安全会议呢 观察人士分析说 如果没有三中全会 以及中共在国际上日趋孤立的背景因素 各地的国安委会议不过就是各地领导人的表达中心 显示一下时刻不忘两个拥护 是不是 那从时间背景上来看呢 拖延已久的三中全会即将召开 到底这次全会将决定如何应对难以化解的重大经济问题 还是党内日趋复杂的内部矛盾至今没有眉目 这就是我说的 党的生存和国家的生存 已经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了 维系党活下去就是所有的党的一把手 也就是国家各级管理者的当务之急 特别党内矛盾和内斗 具体体现在二十大以来 从军内、党内的高层干部 连续性的莫名的失踪、撤职、替换、平凡来看呢 内斗在习近平亲信之间已经广泛展开 而且越演越烈 在这样的环境下召开三中全会 习近平政权似乎更需要什么 防危杜鉴 一点不安全的因素都会被视为影响国家政治安全、制度安全重大问题 军队方面 刚说完各省 军队方面也有动作 最近呢 肩负保卫首都重任有御林军之称的北京卫戍区 它的政委神秘幻将 陆军少将朱军接任政委 根据北京日报消息 目前6月6号北京市召开了党管武装工作会议 会议由北京卫戍区政委朱军主持 这是朱军首次以新身份亮相 那么北京卫戍区现为政军职建制 花归陆军 2015年底军改嘛 原来七大军区管辖的省军区系统 基本上都隶属为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领导管理了 它跟地方的打交道打的比较多 也直接 那么只有北京卫戍区 新疆军区 西藏军区隶属陆军系列 还执行什么 就是作战人物 西藏军区 新疆军区的军政主管 一般是由这个中将担任 有意思的就是什么 就在目前这个公开资料上 你难以找到朱军的背景资料 这啥意思呢 这意味着朱军 它不是按照中共军队论资排备起来的 以前担任的职务也没有对外 外面找不着 是不是 其党内军内的背景无处可查 这绝对什么 就是习近平再次空降一个最新的情形 这样的来抬压其他过去的情形 甚至等于是对北京卫戍区 本身的整个的干部体系 整个的指挥体系不信任 所以来这么一个背景都不知道是谁的 一位人物驻军 而中共长期对民众过度宣传国家安全 特别是去年七月底 中共国安部开通微信公众号以来 一直大力宣传如何抓特务 对外国人要警惕 抓了外国特务给多少赏金都来了 是不是 再加上过度的民族主义宣传的 忠于这些措施反噬中共自己 在国内酿成了极端事件 今天早些时候啊 就是网传吉林市北山公园 有四名外国人遭遇袭击 被刺 直接四个人躺在地上 鲜血流了一地 似乎目前来说是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这个恶劣事件肯定会传遍世界 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 这个外国人身份已经确认了 四名都是美国人来自爱尔华州 在中国大学任教 让人担忧的是什么 就这种事件你说是绝对的偶发呢 还是在中共的仇外 以外的宣传氛围下成为一种常态呢 你想啊 如果老百姓被宣传说的 我今天找不着工作 我今天日子不好 都是美国人害的 你说他恨谁呢 他恨政府 他还是恨美国人呢 当年呢 这个八国联军进北京 中共的律师 你读完了就觉得 这洋人没事找事 他就是欺负中国人才发动战争的 实际上不是 实际上当时的义和团红色恐怖遍及中国的北方 杀洋人 烧教堂 后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 日本公使馆书记官叫做山山滨也被破付剖心 所以这两个世界才成为真正的八国联军 打中国的真正的导火索 最近中共一直在想方设法 鼓励更多的外国人去中国 比如说给很多国家单方面免签待遇 游轮乘客免签 放款酒店接待外国人限制 方便外国人付款等等等等 然而以后外国人到中国旅游 不仅有可能被中共当局扣押为人质 甚至在大街小巷上行走就有人刺过来了 都有人身安全问题 是不是 你是敌人在中国的大陆上行走 陆地上行走 你是谁还敢来 无视国际规则 积极的打造一个独立于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以外的 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秩序 所以对国内发生这种民族主义的事情 在国际上它也不守规矩 普希会五月份在北京举行之后 5月31号中共就宣布不参加瑞士举办的乌克兰和平峰会 之前我在节目中说过的 这是普京向习近平提过的三大要求之一 尽管这个要求对于中国的未来来说是极大极大的伤害 因为你失去了一个俄乌战争之后的一个新的 世界地缘政治的一个新的一个版图的分化嘛 就不再是利益既得者了 是不是 那这个要求 结果习近平不仅满口答应 还帮着普京联系说要挟其他国家 参加瑞士分会 如同对待俄乌战争一样 是吧 不问责普京的侵略 却要泽连斯基不要让乌克兰生灵涂炭 你要放下武器 他对待帕勒斯坦也是这样的嘛 不问责哈马斯毁灭以色列为终极目标 不问责哈马斯绑架人质残杀以色列平民 却要以色列停止这个清剿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 中国外交部很明确 王毅说什么 王毅说 支持中共的六点共识的国家 越多实现和平的前景越光明 那么中共的共识基础是什么呢 他说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 同时也强调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 都应该得到支持 这话听的错不错 没错 中共的话听起来总那么美好 就跟世界大同没有穷人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一样 太美好了 美好的幻象之下一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邪恶 王毅这里的各国指的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嘛 对不对 咱们说你说当一个性犯罪者 把一个女性压在身下 然后王毅过来了说 这个强奸犯和被害人都应该得到尊重 是不是 一切有利于被害人停止反抗 有利于强奸犯提起裤子跑掉的努力 都应该得到支持 这话出版不就这意思吗 这就是中共的美好的本质 俄罗斯发动的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战争 试图用武力改变国家边界 那么在这个战场上 只有在乌克兰领土的战争当中 它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需要得到尊重 就是乌克兰要得到尊重 不存在各国 普京停火撤军就能停止的战争 那就是和平解决危机的一切基础 中共当然不愿意美国和欧洲 从俄乌战争中投出手来 全面制裁 甚至全面阻断中共对台湾的侵略企图 这才是它根本目的 现在有26个国家已经确认加入 或正在认真研究加入中共主导的 与瑞士峰会打擂台的中俄版的和平峰会了 乌克兰总统发言人近日表示呢 瑞士和平峰会将以泽连斯基提出的 十点和平方案为基础 聚焦三个重点议题 食品安全、核安全和释放所有的战俘和被驱逐者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来说呢 到6月初已经有10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加了 这个世界的一次大战队开始了 对不对 而且中共这边这条破坏世界秩序 从而最终危害中国民众国家利益的路上 它在这条路上是越陷越深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俄罗斯必然失败 30多万常规部队的俄军 已经在战场丢下了50万俄罗斯年轻人的事故 这支军队已经被打掉了 那你看一个打到现在居然要跟停留在上个世纪 七八十年代军事水平的北朝鲜 去讨要武器的战争 它能有赢的一点希望吗 当然国际社会是不会坐等中共行恶的 路透社6月9号引述多位消息人士批路的 即将在瑞士峰会前召开七国集团峰会 将就此向中共的小型银行提出警告 华盛顿也准备于下周宣布针对涉及援助俄罗斯 对乌战争的相关金融和非金融目标 实施新的重大制裁措施 其实中共方面有些准备 出于对制裁的忧虑 中方的大型银行 也对涉及俄罗斯的跨境交易支付进行了某些限制 但是由于中共政府处于保护自己 和支持俄国并举的目的 关闭大银行 那么它这种关闭大银行的动作 却促使中共的企业转向 在中俄边境地区的小型银行进行地下融资 甚至通过加密货币实现结算业务 它就玩这套东西 那你美国制裁我关门得了 我正义笔我走人 同时呢 美国也在对中共支持俄罗斯的国家政策 主导者习近平进行精准打击 华盛顿时报6月9号报道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的一份报告 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 中国高级领导人涉嫌腐败 并利用亲属掩盖活动 隐藏数亿美元的财富 其实类似的曝光实际上过去已经有过了 习近平2013年上台之后 就要求家族生意进行对外切割 是不是 那么华盛顿时报呢 并没有拿出最新的习近平家族生意的材料 但是你想啊 疫情三年 中国的核酸检测和疫苗 与习家密切关联 赚多少钱 疫情过后 习近平用举国之力培植新智升展力 那其中电动汽车不是他们家的吗 已经被公开了嘛 用习家的养女去参与 这些才是国家真正的财富所在 你说习近平脱逃得了干系吗 那么华盛顿时报的这篇报道 以用过去的一份报道拿出来新发 什么目的呢 也是在此发出最后的警告 要么我就把你真实的现在的底都兜出来 回到咱们开篇说到的 那些举巴勒斯坦国旗的考生们 也许这时候再做政治投机不是个好时候 如果你们是一个自由的年轻人 更能表达你们自由的心声的 只是一张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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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